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美国派纜姆战斗群压阵 几乎没有人觉得哈马斯有胜算 巴勒斯坦人明知以卵击石 为什么还要拿着火箭弹 反抗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呢?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仍然要全力支持 排面必败无疑的哈马斯呢?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普遍对巴勒斯坦人抱着同情的态度呢? 原因世人已经说过很多次 因为他们长年被以色列打压 建国无望 独立无望 还被西方国家刻意忽视 结果他们由绝望变得怨恨 再变成疯狂 要用极端的方式还击 但是巴勒斯坦人 越用恐怖主义手段反抗 以色列的打压力度就越大 哈马斯被打残之后 绝望的巴勒斯坦人仍然会前仆后继地反抗 形成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谋求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沙特阿拉伯 这一场以巴冲突之中保持相对的中立 但仍然开声批评以色列 指出一直有警告他们 持续占领和剥削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 将可能酿成和引发爆炸形势 沙特的言论既是告诉以色列 解决以巴问题不能靠高压政策 亦是跟他背后的美国说 现在有一面倒偏袒以色列的做法 只会营造更多矛盾 以巴血债剪不断 理还乱 但美国为了撕利 高调做第三方介入 可以说是以巴血仇的大推手 一直以来 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 刻意隐藏以巴矛盾 现在没得收收埋埋了 世人会谴责哈马斯 向平民攻击的恐怖行动 亦都会重新回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压 同时会再次聚焦 美西方在以巴问题不公不正的做法 世界的问题根源之一 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其他国家矛盾越多 美国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了 如果你的矛盾未够大 美国就会帮你放大 当你矛盾够大了 美国就会在上面点火引爆 令到你没有好日子过为止 以巴冲突证明 美国这种方式存在先天缺陷 绝对无法达到和平 只会不断地出现冲突 当我们将目光由中东扩展到全球 我们竟然发现 现在地球的最大冲突热点 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关系密切 在中东 美国长年偏袒以色列 无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 令到巴勒斯坦人爆布 在东欧 美国主导的北约大力东旷 引发俄罗斯国防极度不安 只能够选择开战 在台海 美国为了将台湾打造成 阻挡中国大陆的不寻航母 给了台独分子虚假的希望 令到台海的形势越来越危急 我们更不用说 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大陆 在我们的周边 建立了足足313个军事基地 这些热点会排驻队爆发 可以预见中国将来 是美式外交的下一个受害者 中国只能从军事、经济、社会 全方位自强 准备足够的力量 大幅抬高美国搞事的成本 才可以令美国支揽而退 或者现次出手的机会 否则中国的弱点一旦暴露 美国便会将魔咒伸过来 好了 今集的HKG报视觉到此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再见